首先我提供给你们有三个资料 第一个是进口分析 这是上市 这就是大家数据分析 举例来说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以各年来去看进口 好像他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 他是逐渐在下降 进口在逐渐减少 可是大概还是维持在0.2个10亿 0.2个10亿就是200个百万 0.2个10亿就是2亿了 对不对 可以吗 就是大概一年进口就是2亿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到了2020年 他变到0.3个10亿就是3亿 可以吗 请问一下从2亿变到3亿 多不多 多 多吧 对不对 这就成长50%了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你去看的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他在逐渐下降 那这边是不是也值得我们来去分析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2017年开始进口值是不断的上升 对不对 这个这个就是通常就是看说你们各位老师有没有兴趣再去研究 研究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这里面我们当会想要去了解的事情还包含 那到底是这个在增加 到底是什么在增加 好 所以通常我会点他 会点他 然后右边这些图 他就可以告诉我说 你看像这个他在增加 这里地区以国家别来 对不起 先以地区 地区 有看到吗 地区别 好 那整体 整体的话最大 对不起 整体就再点一下 整体的话最大是 最大是亚洲 亚洲是我们主要的进口 合力吧 因为地缘的关系 好 那 在2020年 因为我们关线是2020年 有没有看到 2020年 他也是亚洲 可是 他有增加 他跟整体来去来去做比较 就是本来 整体的话 他的比例是 63.7% 对不对 可是当你点了这一个 点了这一个 2020年 有看到吗 他变成69.2% 可以吗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不管是任何一个大学教授 他就说 那你去做一个统计检定 听得懂吗 一定不 而且绝对会超过 因为我们要去研究的是 亚洲地区 他是不是 就是2020 他跟整体来去做比较 这个其实就是在算那个 因为我们是 已经拿到资料 然后去往前去看既有的事实 所以我们可以去谈 art ratio 因为在医学上面 几乎都在谈的是风险 可以理解 可是 其实商业上也是可以谈 因为我们是不是要去关心说 那到底是亚洲的什么样的东西在增加 对不对 好 所以 这边 这边 我们卡错键 卡错键 请你按住 然后点一下亚洲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有看到吗 这边变成大概是四分之三 因为我只看2020年 然后的亚洲 大概不到四分之三 但是将近四分之三 因为四分之三大概到这边 因为他才69% 好 然后呢 这一年 这一年 主要的国家增加 你看第一个有看到吗 第一个 他本来 本来那个颜色有看到 他是浅浅的 我应该 其实不要画这么多 因为世界各国的国家 100多个 160 170个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需要画这么多个国家 所以我们可能是把那个主要营业 像例如说 这个这个一定要呈现出来 有没有发现 现在呢 他本来的值是16 后来强调的区域变成27 有看到吗 好 所以 从 你要知道 那个金额是很庞大的一个金额 增加10个百分点 的一个进口依赖 因为有人会讲那个叫依赖 好 那假设 假设万一这个地区 比如说疫情爆发 那请问你就算他东西再怎么好 你都不会再跟他进口了 对不对 对 这样可以了解 像那个 日本的产品是不是很好 可是如果他是来自那个辐射 辐射 那个地区 我们是不是也都不要 对不对 反正就是 我现在说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现在那个 假设万一 万一 现在大陆 因为我们对于中国大陆的依赖 其实这边是很高的 好 那假设大陆 全国 关国 锁国 你知道他现在就在锁国中 他用限电 就是不给这么多的电 你们知道 他现在政策是这个样子 所以 你想要 你想要拿钱去给他 去跟中国大陆做交易 他都不给你 因为他也没有生产出来 他怎么给你 因为他没有电 他就不能生产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 你是不是 假设 我需求量就是这么高 可是因为疫情 我不能跟这个国家往来 那我就要有替代的 第二个国家 然后去买什么要相关的社会的问题 好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 我今天所想要告诉你们的 很重要的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画这些东西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